今天的热搜很热闹,两位韩国女爱豆,在中国又搜榜相遇了,只是没想到俊和拉敢否认自杀,又爆出殴打男友。 当然俊和拉方的说法是发生之起冲突,不是单方面的殴打,网友对这件事的评论也是两个极端,一方认为家暴没有男女之分,施暴就是不对,另一方觉得只是情侣之间吵架,看不上施暴,男方不至于要报警。 也有粉丝在解释,俊和拉刚刚出院男友就要分手,遇到谁都会崩溃的,总之新闻闹得很大,不知道最后会怎么解决,但娇小的俊和拉和时报者联系在一起,确实挺魔化的。 再来说一说另一位热搜上的女爱豆,金炫耀,准确来说,是她和台北小男友金小忠,居然双双被公司辞退,这一对今天算是上瘾了反转剧,剧情有点长。 大家慢慢看,先是早晨韩国经纪公司Cube官方发文成,决定辞退渲染和金小忠,因为无法恢复信任,化重点,辞退,言下之意就是开除。 听说过解决和终止合作,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辞退一人,更多吃瓜路人满脸问号,这是做了什么要被辞退,挖掌先来可谱一下,知道前情提要的可以直接跳过, 8月初的时候,薛兰和同门市弟金小忠爆出恋情,但是公司马上出来否认,说无数恋爱关系,这种说法毫无根据,因为没有实锤,公司这样公关也就过去了,结果第二天,两人就自己找新闻社坦白,不但是情侣,而且一经交往了两年,直接打脸公司。 当时他俩正在统一限定组合活动,就被大家说是公非谈恋爱,本私一律这个交往的时间线,两人一六年五月开始交往,金小忠十月才出道,还没出道就已经在一起了, 之前男方还一直说自己是母胎单身,此处炫耀的笑容很有意思了,就是这一处打脸公司自顾恋情的操作,许一人和公司之间,产生了信任危机,于是就有了新闻所说的无法恢复信任。 大家的评论也很精彩,占公司的,觉得公司做得对,他们越过公司自顾恋情的行为太没有契约精神,挑战了公司的权威,之前公开的时候说要堂堂正正站在舞台上,现在直接失业了,占爱豆的呢? 觉得血量也是公司的元老了,说辞退就辞退,公司太不留情面,不过网站看下来,多数还是支持公司的做法,觉得该给爱豆后辈们一个警示,然而,这个消息只是电视剧第一集,没过几小时,这边本丝还没吵完呢,又出了新报道说退出的事还在商讨中,不过透露这个消息的不是Q官方立场, 而是公司的高层,所以一个小时后,剧情再次发展,Q官方表示退出已确定,看到这以为就大结局了,并没有,Q的代表说将在下周的董事会上继续讨论,最后给猛圈的大家一个总结版剧情,官方立场说辞退高层表示不确定官方立场,又说辞退是肯定的功, 公司代表说我们还要再想想,所以追了一天的新闻,结果来了个未完待续,我们下期见本小,被留了一天的粉丝终于看明白公司,根本就是用新闻来测试大众的反应,再来做决定, 而且这件事不止留了粉,当事人都是看到新闻,才知道自己被辞退了,现在还有些不知所措,本事的暗门也是挺有趣的,公司也是看新闻才知道你让公开,公司也挺不知所措,总之就是这么一出狗血剧情,闹了一天,也没有大结局,知晓前情的粉丝能够看懂剧情发展, 很多吃瓜路人还处于猛圈中,那今天我们就不聊脸,来聊一聊为什么爱豆谈恋爱会谈到失业,韩国的经纪公司一般,会在爱豆刚出道时,签署新的经纪合约,期限有五年,也有七年,以前甚至还有十年,在这期间你的行为就要受经纪公司约束了,这是契约,而且刚出道前几年很可能会有敬爱令,不允许谈恋爱, 否则就是违约,因为前几年处于事业上升期,比如在三大经纪公司GEJYP的男团DOTC,就说过他们有三年禁爱令,当然以前的爱豆管理更加严格,连手机也要被管理,比如刚出道不能开设交账号,越大的公司管理越严格,虽然现在的爱豆受到的约束会上很多,但是初期的禁爱令是免不了的, 所以爱豆在事业上升期不谈恋爱,算是和公司,粉丝之间的潜在约定,当然有两种情况除外,太红欧,而太糊,炫耀的男流金小钟,就属于刚出道两年,所在的组合还在上升期,需要吸引更多的粉丝,谈恋爱的话,受影响的不只是自己,但是像炫耀的话,已经出道十年, 粉丝反而会鼓励他恋爱,所以问题在于,他的恋爱对象,是公司正在遇捧的男团成员,直接影响的是团体的发展,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舆论压力,再举个例子,比如Super Junior,这种出道十三年的男团,平均年龄三十家,粉丝反而会追他们恋爱,粉丝,我们没有所以公司说要开除他俩, 问题不在于恋爱本身,微跟结底设立场不同,粉丝与路人的看法就不同,所以如果你不追星的话,就合理吃瓜,不随意评价爱豆与粉丝的相处之道,如果是追星女孩,更要记得,追星本该是一件只换快乐的事,喜欢他们支持他们的,同时也要和爱豆有各自的生活,好了,今天的文章就到这,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? 感谢观看